如何存成CSV 反正這個應該還蠻常會用到的 遇到的機會錢還蠻大的 因為如果你不會轉的話 變成說即便人家給你一個data 你可能也無法解析 現在很流行就是用 把Jetson當成是一個 資料交換的一種格式 或者叫API 我覺得這好像越來越多 以前比較少 反正以後你要什麼資料 可能客戶端 或者是說反正使用者端 反正他就是給你一個這個東西 你要怎麼處理 那你會處理 你就可以取得資料 如果不會處理 那你就頭痛 所以我們怎麼樣 沒關係 你給我Jetson沒關係 我再來用Python轉成CSV好了 那這樣user端 他也可以取得資料 那第一個當然 如果我要存檔的話 理論上當然 我這個地方已經寫好了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亂完之後的話 理論上 他會在我的那個 城市的根屋底下 會產生一個 PM25.CSV 那打開之後的話 理論上就是什麼 就會看到我們要的資料 格式 裡面包含就五個欄位 那這個寬度不足 把它拉寬一下 總共的話就會有五個欄位名稱 然後加上馬組 這個是第一筆資料 第二筆資料 第三筆 因此類推 一直到底下 應該是到那個賣療 總共這些 那其中的話 當然 我們要怎麼樣把 像這樣的一個CSV 把它呈現出來 OK 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把它存檔 把它不要存檔 OK 那首先第一個 還記得吧 我們如果說 要 其實主要 關鍵的地方 就串一個S S這個變數的話 基本上裡面就是 我要 關鍵的地方 就是讓它rise出去 所以各位應該有印象吧 我如果要存檔的話 其實最關鍵 就是這三行 有沒有 其實在那個 Python裡面呢 存檔的話 真的還蠻簡單 不過這三行 我建議是 各位可以把它記下來 也就是你先開一個檔案 叫PM25.CSV 然後後面模式 是W模式 然後呢 利用F這個物件 裡面有一個rise的方法 把S這個字串 把它寫出去 寫到哪裡呢 寫到這個檔案裡面去 但問題 第一階段 我們雖然有寫存檔 但S還沒產生 所以 後面第二步驟 就是要把S給建立起來 應該有印象吧 前面我記得有講過 類似的東西 然後怎麼建立呢 這個S 第一個的話要藍位名稱 所以我就建藍位名稱 那因為藍位名稱 這個地方呢 CSV檔 它一定是 反正呢 你藍跟藍中間 就逗點就對了 所以我有五個藍位名稱 那這個我自己加啦 因為本來 網路上提供的那個 藍位名稱太長了 你們可以在哪邊找到 其實在行政院 就是在開放資料裡面也有 它的這個藍位名稱太長了 所以我把它縮短 縮短成類似像這樣 OK 第一欄是 側站名稱 第二欄是縣市 第三欄是PM2.25 OK 然後建置日期 但因為 記得喔 後面一定要反斜線 跟換行 OK 如果沒有換行的話 那變成會接在一起 不對 OK 記得喔 這個S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把那個 所有的這個 串列 通通跑 所以呢 for i in range 從0到整個串列 LEN 整個串列呢 幫我全部跑 那我把剛剛這個 這個 字典裡面的value 就後面的資料先取出來 我放在b12裡面去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把它print了出來 其實就長後面這些啦 反正就是 它基本上就是value部分 前面的key就不管了 因為你會發現 在字典裡面 key不斷重複 其實說一般都把它踢掉 OK 然後呢 底下的話 就用format s等於s加 就是把這個 這個前面的欄位名稱 後面在串什麼 串這個後面的資料 總共有五個欄位 所以五個大瓜糊 然後後面一樣換行 format後面的話 就帶這個list2裡面的 0 1 2 3 4 分別的話 丟到這五個大瓜糊裡面 中間加豆點 全部串在一起之後的話 再寫出去 CSV就ok了 所以基本上 這個概念應該有啦 前面都有講過 如果你假設對這部分不太熟悉的話 可以再把前面那個檔案的部分 稍微複習一下 OK 所以 Jackson 轉CSV部分 大概就這樣 所以我把這一段 可以把它怎樣 C 如果你假設對這個部分不太熟悉同學 可以在雲端白板上面 找一下這一段程式 那我是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8頁的地方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再來的話 後面的時間不同 夠不夠 如果不太夠的話 可能就是我們也許先帶一下 那第二個部分 CSV OK了 再來的話 關鍵的地方 如果要轉成什麼 轉成Excel的話 那該怎麼做 Excel Excel的話 你可能要想一下 剛剛重點就是說 當然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三塊資料 第一塊資料是Data 第二塊資料是Index 第三塊就是這個 那你會發現 它有個比較奇妙的地方 如果Excel裡面 這邊有一個A1儲存格 它居然是空的 沒有用到 所以將來如果你是用Pandas 輸出的資料的話 可能A1是空的 OK 沒有放東西 那接下來 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產生這三個資料 就有點難 所以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這個轉出的 沒有利用這個來看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把這個資料 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這個地方 那你會發現 那我們的Data就是哪一些 Data就是這些 但問題來了 Data 那我們原來的Data 變成說在哪裡 在列12裡面 所以你只是1234 也就是說1234 它放Data裡面 而且你變成說你要怎麼變呢 你變成你要把這些東西串在一起 然後要變成什麼樣的形式 類似像這樣的形式 也就是說呢 在一個串列裡面 還要再放一個一個一個的串列 串列裡面再串列 哇 這個喔 可能想想看 那裡面的話 就放所影值1234 第一個喔 那第二個的話 這個Index 也是一個串列 那這個串列的話呢 變成就是我們剛剛 PM25的側站名稱 而且不包含A1 所以將來這個結果應該是 側站名稱這邊應該是空白的 那也就是說呢 把碼組一直到哪裡呢 一直到底下 到麥寮有沒有 要把它變成像這樣的形式 這個區塊的資料有沒有 要把它變成Index 那最後的話 Column比較簡單 因為Column的話實際上就是 這四個啦 就是第一個欄位不要 很奇妙喔 把這四個放到Column裡面 那有1、2、3之後呢 放到這邊之後 有沒有 那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這個Excel ToExcel的話 就是直接什麼 DF ToExcel 給它一個檔名 那Excel就產生了 OK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只是說要怎麼樣把 剛剛的這個喔 所以其實你們可以輸出Excel之後的話 再來看一下 這一塊喔 對不對 這一塊是Data 這一塊Index 這一塊Column 然後就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一個Data Frame 放在這裡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所以喔 第七個單元喔 怎麼樣把它變成 Jason to Excel 這個導致還蠻特別的 OK喔 那Jason to Excel 我發現坊間書籍好像也比較少談到 大部分都分開來 Pandas Pandas 然後比較少說 特別針對這部分喔 再說說 所以其實我們 等於是今天喔 盡可能就是說 把後面有一些單元 我是覺得還蠻重要的 順便帶一下喔 像今天有特別講到 有關那個 繪製圖表裡面的折線圖 當然不是只有折線圖啦 因為 為什麼要用折線圖 但是其他當然還有一些比較常用 像那個圓形圖 像直條圖 像這個什麼XY的散布圖 等等的 或者是泡泡圖啦 那其實在那個 剛剛那個Python裡面的MatePri-Lab套件喔 其實也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像那個視覺化繪製圖表這部分喔 可以參考第12個單元喔 然後呢 如何把資料喔 用那個Pandas輸出成Excel 是在第七個單元 那各位想想看 那比較難的地方啦 其實就產生那個所謂的Data Frame 因為它必須給它正確的三個資料 也就是這三個資料喔 第一個缺一不可 第二個的話呢 給錯資料 它一樣沒辦法幫你轉換 OK喔 所以其實難的地方就是難在 怎麼樣喔 把這個地方喔 轉換一下 轉成Excel 所以如果你假設這個會的話啦 你套用在其他地方應該都OK 反正 甚至網路上爬到的資料 你要存成Excel 其實倒也就是 反正就是套用剛剛講的這個方式 也就可以完成了 像剛剛那個外匯資料有沒有 其實你也可以存成Excel啊 有沒有 反正只要按照它要的123 丟給它 然後DF to Excel 就存檔了 OK 所以其實當然存成Excel 應該 我是覺得如果有Pandas 那當然比想像中還簡單啦 那就不一定說 一定只能用CSV 當然你說用CSV要不OK 也OK啦 只是說 你如果多一個選項呢 那當然就是 等於是 就是可以多一個選擇嘛 OK 那如果你假設只會CSV 不會Excel 那將來如果剛好 他就是一定 可能 比如說剛好他就是一定要Excel 那你這個地方就會比較麻煩了 不過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如果說 對方一定要用Excel 你乾脆把CSV負檔名 改成XXX 只是這也是偷師傅 其實它是CSV 只是副檔名 只是Excel的副檔名 雖然它打開 那它有個問題說 CSV跟Excel的格式最大的差異是 它裡面不能放任何格式 也就是如果裡面有圖顏色啦 加一些什麼什麼效果 完全消失 因為它是純文字 第二個的話 它裡面只能夠有一個工作表 也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Excel裡面有很多工作表 存成CSV的話 它只會有一個工作表 其他的都消失了 OK 所以當然會有一些不一樣的點 這個可能還是不可能完全取代的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這個部分 因為今天 時間的關係 不然今天的話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那下一次上課再來看 怎麼樣做 如果可以你們先試做看看 可以的話先把第七個單元的上面這個練習 有沒有先試做看看 不一定要先馬上做那一題 你可以先做 把這段程式馬先貼上去好了 先弄一下 它一樣可以產生這個CSV OK 那今天的話 我想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OK 那下一次的話 我們就再來看 第七個單元 這邊怎麼樣延伸 準備好看一下 請多 請多 1 4 5 5